弄乾 虽然坐在輪椅上 78歲的黎輝卵 做起家事還是挺俐落的 每天堅持的還有這件事 就可惜 可以要的要寫 玩板嘛 腳步可以走 要做東西又不難 又怕跌倒 我沒有人整頭髮 他跟我講 黎輝卵口中講的他 就是慈濟職工 八年前他與兒子的生活 陷入困境 慈濟人持續在生活 與精神上給予關懷 我住這邊20多年了 我時常有走過嘛 跑步走過 看到他的情況啦 他就跟我講 他講我很需要人家幫忙啦 他講你可以幫我嗎 很重 老實講 吃到東西他又想到 會然沒有東西吃 他每次都這樣想 碰到有大風什麼 還很多葉子飛飛進來 來到看到就跟他掃一下 這是來到我們應該做的事 長年坐輪椅 能外出接觸人群是 黎輝卵最開心的事 慈濟每年舉辦的歲目發放 他一定不會錯過 希望他們來載我囉 載我去過新年囉 有些人跟我講一點話啊 我是很高興 因為我在家是寂寞 沒有人跟我講 在家是沒有實際啊 我是很慘 現在他很開心嘛 你看他講話他嘻嘻嘻啊 以前他比較憂愁 現在不會啊 有什麼理念要攻擊我 志光愛的陪伴 讓他放下了憂鬱 感受到人間有情有溫暖 大新聞 林慧珠 鍾成志 馬來西亞報導